纽约州环境保护部宣布纽约州第六届年度入侵物种一十周将从7月8号开始持续一周 本届主题是早期检测、探索、观察和报告 强调了及早发现入侵物种的重要性 越早发现就越能增加应对措施的成功率 入侵物种是危害环境、农业、经济和人类健康的非本地植物、动物、昆虫和病原体 州长库默也表示支持这每年一次的运动 鼓励公众学习更多知识并参与打击入侵物种的负面影响 对于华裔民众而言 最熟悉的入侵物种应该是中华戎熬蟹 也就是大闸蟹 这个原产于东亚的美味 在纽约这里却是哈德逊河的水生入侵物种 它们相比于纽约本地的蓝蟹更加好斗 生存能力更强 专吃水草和鱼卵 在哈德逊河一带几乎没有天敌 对水域生态平衡造成威胁 此外 大闸蟹常常聚集在白水口附近 它们的血居习惯可能会威胁河岸和土巴的稳定性 自从2007年6月初 在纽约发现的第一只大闸蟹 于哈德逊河中被捕获 在之后的十几年间 它们沿着河流向上移动 但是2014年以后 哈德逊河范围目击大闸蟹的次数大幅下降 但这并不代表大闸蟹这一入侵物种已经销声匿迹 相反 它们可能是隐藏起来了 或者是迁移到其他地方 因此 纽约州环境保护部呼吁民众 若发现大闸蟹 应立刻举报 捕捉后用酒精浸泡或冷冻收藏 切勿到河边放生 或是迁移到其他地方 so we were wondering what was happening so we've asked people to look again and make reports to see what's going on